大家好,这里是波波多娜 上一期我们经历了艰难的第五 这一期张永宁带队第四 阵容上稍微做一些改动 新抽到的赛季最佳凯塔 取代动作缓慢的金多安 其他位置和替补保持不变 比赛开始以后我们会换阵412122 新加入的凯塔打前腰 如果比赛顺利的话 我们会换上土耳其联赛的球员 来完成赛季最佳相关的周目标 这个任务需要我们在七场获胜的比赛里 用土耳其超级联赛的球员进球 第一个对手是一套英超阵容 扎哈和奥巴梅扬双前锋 速度奇快 身后是赛季最佳艾里克森 比赛第14分钟 张宇宁传球 维尔纳接球以后一个虚晃 巴依狼狈倒地 之后维尔纳调整脚步 射圆角得分 1-0 20分钟以后又是张宇宁传球维尔纳 又是一个heel to heel 之后推射圆角 2-0 之后埃雷拉后场送大礼 奥巴梅扬笑纳 2-1 下半场过半 凯塔低频球传到中路 埃雷拉无私传后点 格雷兹卡射门 击住门柱内侧得分 3-1 随后我们换阵4-2-3-1 并换上夸雷斯马 开球以后不久 对手远射 比达尔就在身前 但是并没有做任何拦截动作 球击住门柱 弹到奥巴梅扬面前 后者射空门得分 3-2 第84分钟 伯阿腾停球动作变形 赛赛宁翁断球后狂奔 随后伯阿腾又断球失败 并且被穿当射门 3-3 对手进球后对我们做了弹 说实话 三个进球多少都靠EA帮忙 他也好意思 比赛结束前 凯塔直塞 维尔纳生吃沃克 滴射圆角 球进 对于这种玩家 这个时候就应该弹 可惜我当时不会 第二场 我们面对五张赛季最佳和卡卡 比赛第七分钟 对手换下卡卡 换上艾托奥 是我们这几分钟表现配不上卡卡吗 两分钟之后 维尔纳接球后转身 找准时机heel to heel 随后射圆角 1-0 之后我们有一些机会 但是都没有把握住 中场休息的时候 对手放弃比赛 接下来的对手 一套法甲阵容 第13分钟 张宇宁和维尔纳 做一个二过一之后 来到进去边 bodyfit被挡 但是张宇宁迅速转身 在防守队员破坏球之前 直塞凯塔 或者直接射圆角 1-0 第36分钟 凯塔直塞维尔纳 或者利用速度 甩开防守后 这个情况下 爆射圆角得分 2-1 这个比分也被维持到了中场 第四个对手 又是一套英超阵容 这个时候英超 赛季最佳SBC已经出来了 对手没有用篮卡 比较意外 很可能他是高手 不屑于用赛季最佳卡 比赛开始不久 格雷兹卡进区 直塞维尔纳 后者接球后 向外带一步 拉开与防守队员距离 然后调整带球方向 推射圆角得分 1-0 第62分钟 对手进区内放倒张宇宁 我们获得点球 本来想要换上 跨离斯马完成任务 结果没能暂停 后来证明 这个绝对是EA故意的 比达尔点球打在门柱上 然后眼睁睁的 看着球在面前 还小碎步后退 EA有这个必要吗 大家赢场球都不容易 第81分钟 张宇宁直塞维尔纳 单刀进入禁区 调整脚步后射门 明明瞄准的是后脚 但是打太正 以前我们这个方式 经过很多球 很显然 EA的表演还在继续 我们换阵4231 并且换上跨离斯马 第86分钟 威廉无十八一 大力射门 菲尔曼把球 扑到了萨内脚下 还好萨内不射太正 吓出我一身臭汗 第90分钟 又是萨内 绝佳机会 好险 很不错的对手 他肯定觉得我是侥幸赢的 因为他会选择性的 忘记我们被EA搞掉的机会 包括点球 很多人说FIFA有剧本 从这场比赛来看 EA的确是以某种形式 插手比赛了 但是没有偏向任何一方 两个队多少都被做了 这样的比赛 结果其实很随机 我们的确是很幸运的获胜 随后的对手 一套得甲和英超的混合阵 前场三人的速度 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冲击 第13分钟 凯塔接球以后 从容摆脱防守 最后射圆角得分 1比0 10分钟后 奥里吉进区外 突然起脚 我们的门将扑就不及 对手扳平比分 我们很快做出回应 维尔纳进区接球后 4G转身 随后射门 打在张宇宁身上 折射入网 2比1 5分钟后 又是维尔纳 进区外接球 转身后 直接起脚 球直挂四脚 3比1 中场休息前 8一断球 取得反击机会 前场四打四 埃里拉一路小跑 直到对手防线 出现漏洞后直塞 维尔纳单刀轻松进球 4比1 随后对手退出比赛 第六场比赛 面对的又是一套 英超阵容 比赛刚刚开始不久 张宇宁传球 维尔纳 找准机会 heel to heel 过掉后卫 进入禁区后 大力低射远角 1比0 几分钟之后 埃里拉传球到禁区 张宇宁转身 换开空档 射近角 2比0 进入下半场 对手后场 传球失误 埃里拉断球后 heel to heel 过掉后卫 随后左脚 抽射远角 3比0 比赛基本在我们的掌控之内 我们换阵4231 并换上跨离斯马 继续完成任务 比赛结束前 我们控制的 伯阿腾防守10位 亨德森禁区内 不停球射门 最终比分3比1 第7个对手 用的是一套 FIFA18经典的阵容 刚好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介绍一下 马夏尔有速度 有身体 Mbappe非常OP 亚里山德里尼 几乎媲美梅西 格里兹卡 身高马大 速度快 攻防兼备 巴卡约科 在后腰的位置 不比坎特差 后防线和我们选择一样 很值得信赖 能用这套阵容的人 应该也是看视频的人 实力不会差 第12分钟 对手防守失误 维尔纳横传中路 张宇宁面对空门 居然选择让球 张宇宁 以你的实力和地位 在这个队 应该当球霸 能碰到的球 一定要碰到 碰不到的球 大喊一声 我是凯恩 就能碰到 5分钟之后 维尔纳进区前 Hill to heel以后 大力射圆角 可惜他也正被扑 对手之后 换下马夏尔 换上洛萨诺 也就是在世界杯 绝杀德国的那个男人 第19分钟 我们打到对方禁区 维尔纳直塞格雷斯卡 后者没能及时射门 很可惜 第25分钟 我们又有机会 凯塔进入禁区 没有防守队员贴身 大闷 上半场最后时刻 格雷斯卡传球失误 对方拿球的时候 巴一防守失位 格雷斯卡也没能够 封堵传球路线 亚里山德里尼 直塞姆巴佩得分 我们0比1落后 中场休息 我们换上巴卡约科 换下埃雷拉 下半场刚开始 维尔纳进区前 晃出空档 一脚大力抽射偏出 这场比赛 注定不属于我们 两分钟以后 张云宁和维尔纳 打出配合 后者抢射 搬平比分 结果显示 这个球是乌龙球 也就是说 维尔纳的射门 又偏了 状态实在一般 第80分钟 洛萨诺一路带球 伯阿腾断球 出现失误 随后对手大力射门 虽然打得很正 但最终依然进球 没脾气 随后对手进区内 很温柔的横传 我们的巴尼老爷 做了个高难度的解围 对手替补上场的 马内肖娜 依然没脾气 最终比分 停留在1比3 在打平久能夺冠的情况下 我们输掉了比赛 不得不进入第8场 这个印钞阵容里 有5张总评 90分以上的卡 没有悬念 开场以后 我们被对手 摁在地上羞辱 先是伯阿腾 先后挡出 伊布埃里克森的射门 随后费尔曼开挂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EA是不是在补偿我们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随后我们反击 终于可以喘口气 张宇宁拿球 一个后拉 摆脱穆斯塔费 之后直塞 凯塔第一时间 射进脚得分 我隐约听到了 摔手柄的声音 第32分钟 格雷斯卡后场断球后 转到中间 对手换人 出现严重失误 凯塔第一时间 直塞张宇宁 或者高速带球到禁区 面对门将 低射远脚被扑 随后对方解围 没有成功 凯塔补射破门 这哥们水平怎么样 放一边不说 实在是不走运 鉴于对手上半场的 精彩表现 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 辨证4231 加强防守 同时换上孙清明 和巴卡约科 第79分钟 我们得到反击机会 孙清明大力射门被扑 球弹到张宇宁脚下 在我们传中的一瞬间 沃克好像是用头拦截 结果奇打内附身 撞倒了张宇宁 点球 又不让换吐槽球员 很无语 上次比达尔点球不进的阴影还在 我们选择打中路 随缘就好 3比0 随后我们换上夸雷斯马 很快我们又得到反击机会 维尔纳用速度突破对手防线 面对初击的门将回传 夸雷斯马射门得分 完成任务 随后对手彻底放弃 其实很佩服他 能坚持到80多分钟 对手非常不走运 尤其是上半场 当然下半场我们防守提高 对手在整个下半场 只有两脚射门 都在门框外 当对手和我们实力相近的时候 EA的各种BX就很容易显现出来了 好在我们在第四 并没有被一直针对 下期张宇宁将带我们征战第三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请点赞或者支持 如果希望看到更多FIFA相关的视频 请订阅或者关注 这里是波波多娜 我们下期见